坐标平面上有两点 A点坐标31 B点坐标415 若线段AB与直线3X-Y-K等于0相交 其中K为整数 请选出正确的选项 首先我们知道 如果线段AB跟直线相交 代表这两个点会落在直线的两边 所以我们将AB两点带入直线之后 他们所得到的值应该是E号的 所以相乘会小于0 因为AB两个点也有可能会落在直线上 所以等号也可以成立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二次不等式 叫做K-8乘上K加3小于等于0 因为题目要求说K要是整数 所以满足条件的K值为-3-2-1-0 1 2 3 4 5 6 7 8 第一个选项 题目问说满足上市的正整数K有9个 从刚刚的解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正整数的话有1到8 总共会有8个解 第二个选项满足上市的K值共有12个 好那从上面K值我们可以知道 答案为-3到8之间的连续整数 这样子总共会有12个 所以第二个选项是正确的 那第三个选项满足上市的K值总和为30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去计算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去计算 好我们知道全部的K值总和可以写成一个等差极数 所以首项跟末项分别是-3跟8 那总共有12项 好所以计算之后可以知道答案的部分是30 所以第三个选项是正确的 第四个选项 所有满足上市的K中最小值为-4 好那从刚刚的答案中可以知道最小值应该是-3 所以第四个选项是错的 第五 所有满足上市的K中 基数跟偶数的个数相等 那K值的部分的话 基数部分有-3 -1 1 3 5 7 这样共有6个 那所以基数有6个 偶数的话也会有6个 所以第五个选项是正确的 所以这一题要选的答案为235 想要获得更多升学相关的资讯 欢迎扫描旁边的QR Code 或者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链接 加入龙腾高中生 教练会提供你最及时的帮助 我们龙腾高中生见